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謝謝你啊 解惡人分 來吧 我們現在坐 來 請示範 我們現在就從這邊走 看一下這附近 有關於趁著 來 請示範 這個西山部落這邊 民眾很重要的活動點 然後這個西山部落的地方呢 事實上也是一個 攤機場集中的地方 我們可以看過去 這邊都是臨時攤機場 那人流的部分呢 也造成了一些登革熱擴散的風險 那這一例是登革熱第二型個案 第二型 對 第二型個案 我們跟市區的第四行 是有種區別的 那麼 注意一下 請大家注意安全喔 來 後面有機車 來 記者朋友小心安全 謝謝 你先定位好不好 你先定位好不好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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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長這邊去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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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喔 因為樹木非常多 我們可以看到 像這種 好小小的 上面的一些孔洞 其實就是第一個下一個 小心 這邊的樹 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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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後面 後面 很多 非常很多 我們到樹後面去看一下 他們填埔的一個狀況 來 小心 小心 小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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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危險 雖然 剛才是 空氣 來 好 公主 這邊 這邊 有 公主這邊 人工的派出界 上面 上面的地方 其實 我們也會陸陸區域區 上面還沒有 是我們要的高輔助理的 市長,你要爬啊 市長,你要爬啊 真的假的啊 市長,我們現在也針對這個場域 進行第二回合 我還年輕啊 好啦,市長,你真的嗎 不要往前 哇 哇 市長 市長,上面風景怎麼樣啊 市長,看到什麼嗎 可以了啊 安全第一啊 市長,可以囉 轉過來 小心啊 小心啊 這個都有洞耶 這個好 然後這個好,穿過了 那不脫了吧 很早 那個去嗎 對 可以一點吧 來,我們推一點吧 可以 對 上面那個洞太多 沒有補 我們會用高空作業上去做 高空作業 都是一個小洞小洞 一樣會用這種 可是上面沒有啊 上面現在還有 那什麼時候要做呢 我們今天會掉溝 然後我都上去 別人一定上去 不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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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力 用力 好 市長,你在上面有看到積水嗎 有看到什麼嗎 沒有積水,有洞 這個洞一定要補起來 我怕蚊子在裡面 我去看一看 我怕有死角 死角,你下面做這個就沒有意思啦 把蚊子繼續在那邊存活 市長有練過耶 市長多久沒爬了 我們現在往這邊走 對不起啊 對不起,因為我們討論了一些事情 對不起 對不起 這個角度可以嗎 不是,因為我們很怕就是 做事情會有死角 那樹下這麼多洞 都有可能滋生蚊蟲 可是上面呢 所以我必須要爬上去看洞多不多 結果一上去看 樹裡面的洞非常的多 所以我就要求主辦了我們衛生局 所有的消毒部分 一定要把樹上面的那些洞 都要讀起來 我要親眼看 我才能了解狀況 果真 每一棵樹的上面都有非常多 有可能滋生 病蟲這個 病蟲梅的這個 病蟲蟲蟲的這個 可能性存在 那剛才這樣講了以後 他們也完全都能了解 所以未來我們在高處 可能用把樹枝剪掉 讓陽光照進來 還有風吹 低處的話 可能用頭藥 還有泡棉 把它堵塞 會有各種方法 盡可能讓蚊蟲無法滋生 市長有人趁總統出訪的時候 走絲香菸 你怎麼看 現在我們今天就談市政好不好 其他的問題我們將來再說好不好 市長 市長 我們那個 剛才那個鹽水已經 養工處立刻去了解 它可能是一些積水 凡是有接到這種訊息 我們都第一時間出動 好不好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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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雨之後 馬上登革熱可能這個疫情又會爆發起來 因為這個病沒聞 最喜歡就是乾淨的水 所以西山裡這邊發生第二行以後 我們非常緊張 當然我們要感謝台南市政府 我們每一天的防疫會議 台南市政府都有派人來參加 所以現在兩個縣市已經有攜手合作的存在 我們共同來面對登革熱 今天我們來前陣地區 最主要就是要告訴民眾 未來這一個多禮拜是非常非常的危急 希望大家能夠加強吧 台南是二行 那我們過去是四行 就這兩天我們冒出第二行 所以我們很怕交叉改善 非常非常的擔心 那我們希望未來台南 高雄 屏東可以聯手來防治登革熱 好不好 市長 楊貴如 插架500 我幫你做這個 超過網路的楊慧如是不是有跟你拆開 副手人選 你可以說一下 大家都很關心 大家都很關心副手的條件 因為你在專訪的時候有特別提到這部分 我知道 可是我們現在高雄市民最關切的就是登革熱 那能不能講一下 說我們第二階段的經費 防疫團體 防疫經費 第二階段的經費 我們現在怎麼樣進度 我們現在完全依法來申請 沒有一個人 在高雄市政府整個團隊 不會有任何要封殺什麼活動 不可能的 而且高雄這麼大 如果他真的有這個心去升級場地 或者集合的地方一定找得到的 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去封殺 韓國瑜也不是這個個性 市政府的團隊也不會有這個個性 請大家放心 好不好 市長說他會關注高雄是因為其他縣市有市長 高雄沒有市長嗎 我跟你講 我就說蘇貞昌 我感覺他不是這個樣子 當省議員 當屏東縣長的時候 他不是這樣子 現在講話 歡迎來高雄看一看 我們隨時都在這裡 好不好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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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辛苦 大家辛苦 民調蔡英文輸你0.5% 你怎麼看 加油 辛苦了 加油 謝謝了 辛苦你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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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在什麼 什麼場地 不必啦 就歌草的啦 不慘啦 一些村居 當市長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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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長